最近在台北有些運動會 無端端出名 超過一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生 去到台北比賽 很棒啊 很多時候會訪問 台北其實有很多好食物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口味都不同 他們會想 究竟人們喜歡吃台灣食物 因為他們的宿舍 所有住的地方都有免費供應食物 他們想 究竟台灣食物比較受歡迎 還是西方食物比較受歡迎 因為他們有兩月養 連回教的食物也有準備 終於去到就當是蒲菲拿 任君選擇 到最後竟然有一件事 台灣的美食成為第一名 想不到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歡吃台灣美食 還有每天都吃 吃很多 然後就說 原來全世界人都喜歡吃台灣的美食 有機會就是這個台灣美食 又可以再次揚威海外出名了 再次啊 之前已經是威開的了 台灣菜有很多種的 你說的是那些路邊小攤 路邊小攤 路邊小攤 柯仔煎 類似這些 柯仔麵線 類似這些 因為他們都排在那裏 想不到原來 根據這個負責世界運動會的火頭大將軍吳先生說 想不到這東西在選手村裡人氣第一名高企 想不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歡吃這東西 原來這東西的口味是全世界都喜歡的 都喜歡吃的 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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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呢 傻豬 不會了 外國人一定不喜歡 就有些奇怪味道 味道太厲害的 小籠包也有問題,有些國家不吃豬肉 雞排 雞是全世界都吃的,沒有人不吃雞 等於雞蛋,雞蛋也是,雞排不是很特別 其中他們是台灣的著名鹽酥雞,最受歡迎的,每個人都喜歡吃鹽酥雞 不就是,愛國也有這個KFC 鹽酥雞 最人氣高企,每天只煮鹽酥雞,炸到手軟 炸到半夜12點都沒停過,每個人都來叫雞 他停下來,又是吃鹽酥雞,台灣無論什麼種族的人都吃鹽酥雞 炸東西比較容易受歡迎,香口 第一炸東西,第二他知道雞,他又不會太抗拒 還有一件事,因為他們包是大學生,大學生不太會吃東西 所以這些脆脆,香口,容易吃,這些東西應該會受他們歡迎 沒錯,每天只炸鹽酥雞,炸到200公斤 炸到手軟,炸到半夜12點都沒停,還在炸 他想不到,第二受歡迎,第二,台灣人也叫金哲雞 因為他有其他西餐給他吃,他們也不吃,他們只吃這兩種東西 但第一位就是鹽酥雞,第二是濕的 濕的,輪到濕的 炸仔麵 不是,炸仔麵有些人不敢吃 因為那些蠔 因為那些蠔,人們怕運動,怕肚子餓就怎麼辦 是的,出不到菜,我真的為你市民 一舉重,後面… 放毒臭屁也不好 通常運動員不太敢吃這些… 海鮮類的東西,不怕敏感 第一,怕敏感,怕肚痛 你在做柔道,另一件白色蠔,一搭 一搭朱古力 全世界都看到你都很噁心 那也是 我一搭朱古力搭出來 那就一輩子了 就是被人笑 拿不到獎也記住這個畫面 就是紅硬 朱古力運動員馬上有名 濕的,鹹的,甜的 鹹的,濕的 而且都是這些簡單的 你想想運動員 不敢挑戰一些 例如他們未吃過 又或者不知道是什麼 誰知道會不會突然搞肚痛 所以是最簡單的 例如鹽酥雞 他覺得是像炸雞一樣吃 是啊 如果是的話,都是麵線的 是,但他不會吃柯仔的麵 淡淡麵,陽春麵 不是,牛肉麵 台灣牛肉麵 很清晰的一個湯,一個麵 幾塊牛肉 他會知道牛肉湯和麵 不會太大問題 而且牛肉 整天都會見過 吃過 而且有些運動員 會補充鐵質 牛那麼大力 所以這次在選手村裡 台灣的美食大受歡迎 鹽酥雞排第一位 第二位就是牛肉麵 他想不到世界各地的人都會吃這兩樣東西 我想他們第一就放心 第二就是跟其他食物都很相似 不會太古靈精怪 但他們不敢 太古靈精怪也不敢 另一件事 這次是大學運動會 有些人說 這間酒店 在他附近選手村 對面有一間酒店 歡迎世界各地的運動員 你們比賽 中規有贏有輸 輸的那些去哪裡呢?不要緊 來我們酒店 八折 我都不會去住 如果我真的輸了 選手村都可以住 那為什麼要住那裡呢? 八折 既然你們這麼喜歡吃鹽酥雞 不如試試台灣雞 哦 你正在說那些嗎? 金雞那種 八折的照技服務 哦 為什麼一定要被輸了的運動員 就是贏了 洩氣 被他洩氣 發洩氣 但有些人覺得很賤格 為什麼你是八折去招來生意 然後訪問那個主辦人 他說沒有 那他們一班大學生 年青歷狀十幾天 辛苦的 辛苦的 贏的那些當然高興 輸的那個又沒有離開 給娛樂他們 所以我們都要安慰他 安慰他 找些姐姐 找些姐姐 大家開心一下 忘卻煩憂 是呀 贏了那些就沒有折 輸了那些才有八折 不是 贏和輸都有 也有八折 只要是參賽者就有了 那女運動員就沒有了 有沒有想過我們女運動員 鹽鬆鴨 他們輸了我們不用發洩 不知 只是提供這個 這間酒店 有些人說是賤格 破壞了台灣的名字 不要啦 他們運動很健康 算話 他們又說這群年輕人 你明白嗎 你什麼叫賤格 那你又在選手村裡 大派幾萬個被人套 我們要什麼 那要我們做什麼 那別人那些不用錢 別人贊助了 你派被人套給我們做什麼 就給他們兩個不同國家的選手 自己搞事 那別人不收錢 那有些選手會選不到人 選手選不到對手 那我們提供一個方便給大家 你可以 稍安無錯 但是不要不羊 那不羊就不知道 他不拉一個Banner 對面那些怎麼看得到 熱烈歡迎 輸了選手 來這裡洩氣 沒錯 Loser 我們有人幫你打氣 有八字Discount 打氣 吹氣 對 有人幫你吹回去 哈哈哈哈哈哈 那些姐姐也是 進來的時候就垂頭生氣 那些姐姐幫你吹回去 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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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因為你會很容易被人覺得 來自世界各地的選手 會笑你 原來你們這群人這樣 運動員都輸了 然後你就要去從事這些行業的人 是的 這件事掛鉤不好看 為什麼呢 因為招攬 很多人都說 這次是世界運動會 有些酒店打正旗號 選手八折的優惠 色情行業 一大班 因為怕他們不適合台灣口味 還招攬了一大班東南亞來的女子 都是會說自己的語言 大家同聲同氣 國際性的金雞都來了 是的 國際金雞 然後就問了 外國選手年輕力壯 他們禁育十幾天是很難受的 我們都是年輕人 我們都要用主人家去招待別人 但是比賽期間應該要禁育 運動員 真的會沒有力 但是他現在說的輸了那些 即是已經比賽結束了 那台灣的好客之道 令到你身心都健康 身心都歡愉 他這個好客之道 我覺得他應該台灣人是成龍拍 這些真是好客之道 整個都這樣 整個都這樣 手指公 他很喜歡這樣 給大家拍 這些真是好客 想起你的生理和心理 又對 沒有人貼切成龍 沒有人貼切成龍 還要參加這個比賽 起身很大 十幾天這樣肉 還要輸 這些才是好客之道 今時今日的服務態度 是未夠的了 今次台北辦大學生運動會 很多不同的新聞都會出現 內宴來自東芯新聞